一人严亚伦竟然被网红耀乐爆出交往期间 偷拍私密影片 引起外界哗然 尽管多次公开道歉 仍无法返回形象 他有多项广告代言被终止 甚至先前货班的十大杰出青年头鞋 也遭到收回 过往拍摄戏剧作品也可能被下架处理 中国网友们最关心的就是2019年播出的录剧 请赐我一双翅膀 剧中与他搭档演出是女星瞿静一 不少人都很担心作品被下架 会对瞿静一造成影响 因为此前他出演的三部剧 算播出当时人气很高 但随后都因为同剧演员 深陷丑闻负面争议而遭到下架处理 等等为他感到很委屈 网友们认为瞿静一根本没做错什么事情 不顾遭殃真的很可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